今天用牛腩来做一道简单美味的家常菜 整块的牛腩不好切 需要提前过水 可以把鞋水煮出来 同时也比较好定型 煮好 捞起来洗干净 再拿来改刀切块 你平时要是找不到新花样做菜 点个头像旁边的家号就可以收藏 毕竟主页更新了一千多道详细美食 学到就是你赚到 教做菜我可是认真的 细节决定成败 前期的改刀工作很重要 做事一定要讲究 别人才不会说你是半桶水厨师 砂锅里面下油 葱姜变香 先下一部分番茄 炒出番茄酱 名人不说暗话 就想得到你的小红心支持 谢谢 开中火把牛腩炒香 锅中里面下清水 加至九分板 调料下盐 生抽调味 老抽调色 蚝油真味提鲜 料酒去腥 下一包含有14种香辛料的卤料包 可以去腥提鲜增香 烧开后转最小火烧九九八十一分钟 牛腩不会烂 所以点小火半吨 煮好大概剩下半锅水 挑掉香料包和葱姜 倒入剩下的番茄 大火煮三分钟 起锅前撒点葱段就OK啦 这道菜软烂适中 男女脑烧都可以吃 我的主意就是一本活菜谱 不要错过 我相信 总有一道适合你